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开销 匈牙利最近流行起驻蒙古包 蒙古包通常是在中亚草原上 游牧民族才会使用的住房 由于造价低廉 加上房内设备齐全 受到不少民众青睐 建商的订单甚至排满到明年夏天 在搭好的骨架上安装窗户 原型的蒙古包是现今 许多匈牙利人住屋的新选择 为了度过当前的通膨与能源危机 在匈牙利有住屋需求的民众 开始转向物美价廉的蒙古包 37岁的电影摄影技师大卫便是其中一位 大卫原本是要在靠近首都布达佩斯的一块土地上 建造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 但不断攀升的营建和能源价格 或许他不得不重新思考 我在冬天的详细 在冬天的价格上升了30% 所以荷坡一定会更便宜 甚至比一般的房子更便宜 至于能源价格上升了 甚至新的价格上升了 我会比我现在在房子的房子更好 比我更好 蒙古包在匈牙利原本是提供给游客 或不依赖水电生活的人 但根据建商估计 现今匈牙利约有一千个蒙古包 有越来越多是作为住宅使用 建造一个24瓶大小的蒙古包 要价还不到一千万佛林 约为台币70万元 而且设备齐全有良好的保暖效果 最大型的蒙古包 只要三天便能建好 匈牙利目前约有十几家蒙古包建商 大部分建商都表示收到很多新的询问和订单 有的订单甚至排满到明年夏天